一见国宝,一段往事,一见国宝,一段历史,欣赏国宝,历史离你很近,国宝大乱,带您叹逆中华文明的传奇。 上个世界二十年代,北京所进城里,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胡怡骑着自行车在皇宫的巷道里挤持。 一大群太监胆战心惊地跟在皇帝身后,寸步不离。 溥仪爱骑自行车,但是身强宫院高高的门槛成了他的阻碍,溥仪被迫一次次地停下来,把车搬过门槛再骑上去。 这一天,有不得不下车的溥仪恼羞成怒,他大喊一声, 来人啊,把这该死的门槛给我砍了。 溥仪要砍门槛的事啊,吓坏了宫里的太监们。 在他们的眼里啊,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 砍了门槛就坏了宫里的风水。 皇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件事。 只有一个人支持溥仪坎门槛,或者说,这坎门槛的主意啊,就是他出的。 他就是溥仪的小舅子润琪。 润琪为什么有这样的大量呢? 郭布罗润琪家世贤贺。 他的姐姐婉容是当时的皇后,所以润琪其实就是溥仪的小舅子。 润琪聪明活泼,总有很多鬼点子。 他见溥仪对皇宫里高高的门槛实在不耐烦,就劝溥仪说, 我们府上都已经把门槛锯掉,骑车就方便了,要么皇宫里也锯掉算了。 溥仪觉得润琪这个主意非常好。 可是,拒门槛的事被太监报告给了龙玉皇太后。 龙玉皇太后坚决反对, 他把溥仪叫到身边,从维军之道到祖宗加把, 把溥仪眼里训斥了一通。 溥仪表面上答应不锯门槛了, 心里却始终不死心。 说来也巧,没多久龙玉皇太后病了, 连床都下不了。 溥仪赶紧带着润琪向仙掌后奏, 把那些碍事的门槛先锯了再说。 溥仪把宫里的门槛锯掉不少, 骑车终于方便了,才算善罢甘心。 门槛风波算是过去了, 可是很多人都会奇怪, 溥仪为什么那么听小舅子润琪的话? 润琪又为什么胆子那么大, 竟敢提出据皇宫门槛这样的主意? 这还要从二人第一次见面说起。 1922年年底, 润琪的姐姐宛容嫁进紫禁城, 润琪跟着父亲一起进宫, 拜见皇帝溥仪。 当时润琪还是一个小孩子, 进宫之前, 她的母亲千叮咛万嘱咐, 见到皇帝你要下跪磕头, 千万不要坏了规矩。 深冬的紫禁城寒气逼人, 润琪看到溥仪含笑坐在玉座上, 接受她一家的朝拜。 润琪看到润琪低声说, 你靠近点。 润琪跪着往前挪了两步, 但这么跪着挪实在是太别扭了。 润琪怕自己动作太慢, 索性起身跑到了溥仪的面前。 皇上还没下旨起来, 就自己站起来跑, 大家伙都被润琪的举动吓坏了, 生怕溥仪发火。 没想到, 溥仪哈哈大笑, 温和地和润琪聊起了天。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, 这一年溥仪十六岁, 润琪十岁。 就这样, 两个少年一见如故, 关系日渐亲密。 润琪成为溥仪在宫里的玩伴, 平时死气沉沉, 冷冷清清的皇宫, 从此多了两个少年爽朗的笑声。 在故宫藏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, 记录下了润琪和溥仪那段快乐的岁月。 这张老照片中, 皇家御花园里溥仪瘦手高高, 戴着茶色墨镜。 润琪竟然没大没小的骑在了溥仪的脖子上, 露出狡黠的微笑。 溥仪不但不生气, 他还拉着润琪的手, 命人拍照留念。 在讲究君臣礼仪的皇宫里, 润琪应该是历史上唯一骑过皇帝脖子的人, 二人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。 在这张老照片里, 润琪趴扶在地上, 而溥仪则一武地摆出了一副武松打虎的架势, 淘气地虚跨在润琪身上, 玩得不遗乐乎。 润琪和溥仪尽情心笑打闹, 踪迷藏,卡墙,上树, 有时还穿着戏服扮演各种角色。 两个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, 建立起纯真的友情。 那么,溥仪为什么对润琪如此偏爱呢?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, 紫禁城成了他的禁地。 他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, 但是也如龙中之鸟, 苦闷闭塞。 润琪活泼可爱, 出生牛犊不怕虎, 他年龄虽小, 但一直生活在宫外, 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比溥仪多。 润琪也淘气活泼, 好奇心强, 聪明, 有创意。 很多玩闹的馊主义都是润琪出的, 所以溥仪对这个小舅子总是偏爱几分。 润琪和溥仪情同手足, 两人疯玩紫禁城。 这不, 在润琪的带动下, 溥仪这位小皇帝都开始上房接瓦了。 由于童年就做了废地, 溥仪生性多疑, 他总是怀疑有人在窥视自己, 害怕有人加害于他, 疑神疑鬼。 一天晚上, 一个太监看走了眼, 说大殿顶上有个人影, 溥仪听到后再也睡不着了, 他大半夜把皇后婉容和润琪叫来陪见。 第二天早上, 润琪看到溥仪还未夜里似乎有人影的事情焦躁不安, 便命人搬来梯子, 决定亲自上房顶看一看。 润琪在自己家上房顶已经是个老手了, 上皇宫大殿的房顶还是头一回, 他沿着梯子爬上养心殿顶上的南坡, 仔细地搜查着屋顶, 只见琉璃瓦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埃, 找来找去没有发现任何足迹。 这下, 润琪放心了, 他笑着朝溥仪挥挥手大喊, 没事儿, 放心吧。 润琪从屋顶上下来之后, 溥仪贪玩的心一下子活跃了起来, 他决定自己也要爬到养心殿屋顶上看一看。 这可把太监们吓坏了, 一个养尊处优的小皇帝, 手无腹肌之力, 万一从上面掉下来, 后果不堪设想。 大家甚至请来了溥仪最敬爱的英语老师庄士敦来制止溥仪。 溥仪不听, 这房顶飞上不渴。 这时, 润琪给溥仪出了个主意, 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, 他在溥仪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, 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个太监的身上。 溥仪和系了绳子的太监分别站在屋极的两侧。 就这样, 溥仪站在了大殿的屋顶上, 戴着他最爱的墨镜, 双手插腰, 非常得意的样子。 爬上房顶都能让溥仪如此兴奋, 也由此可见, 溥仪在宫里的生活多么单调无聊。 由于不能踏出宫门半步, 溥仪一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。 他甚至不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什么位置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, 溥仪一直认为, 每个老百姓都和他一样, 每次吃饭有一大桌子的菜肴。 溥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 润琪能够随时出宫, 溥仪看着天真活泼的润琪充满了羡慕。 溥仪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 想复辟祖业, 他偷偷地计划着要逃出紫禁城。 1923年3月的一个晚上, 故宫内一片宁静, 神武门紧闭, 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驶来一辆老式伏特汽车。 故宫里一位少年正捏手捏脚地离开阳心殿, 快步向神武门的方向跑去。 溥仪崇尚西洋文化, 对老师庄士敦非常信任。 在庄士敦的建议下, 溥仪相信只要逃出紫禁城, 躲进外国大使馆, 他就自由了。 溥仪打算接下来去英国留学。 此时的神武门外, 庄士敦就在车里等着溥仪。 没想到,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, 溥仪走出养心殿没多久, 他的父亲纯亲王宰丰就带领一群人赶了过来拦住溥仪。 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, 溥仪的出走计划以失败告终。 此时的溥仪不会想到, 其实他能待在紫禁城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 1924年,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,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, 搬到了天津。 润奇一家也跟着溥仪到了天津。 后来, 溥仪送润奇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。 回国后, 溥仪一生追随溥仪, 先到了东北。 溥仪做了维满洲国的皇帝, 日本战外投降后, 他们在逃亡途中被苏联红军抓获, 被拘押在苏联的收容所。 后来, 回到中国, 继续接受劳动改造。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 润奇和溥仪先后回到北京。 1967年, 溥仪在北京病逝, 润奇回到北京后, 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平民, 做过工人、 翻译、 学者。 学过医学的润奇, 还免费为人看病。 2007年6月6日, 润奇并是于北京享年95岁。 从少年时期的玩伴到终其一生的友情, 在历史更迭的奇起伏伏中, 润奇与苦仪身为清代皇室的血脉, 都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无奈。 然而, 历史前进的车轮, 无法阻挡, 也许只有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岁月, 才留下了他们一生最无忧无虑的光阴。